新手攻略小教室 來了 今天我們來聊新手攻略小教室的第一集 我們之後開始會逐步去介紹一下我們這個遊戲 新手進來的時候大概某些陣容或是一些養成的小技巧 就跟我們之前玩幻山一樣 玩射雕一樣 這種一開始會先講陣容的一個方向選擇 讓大家仰角的時候可以有一些多點選擇方向 然後大家可以朝自己想要的方向去 那我們之前有介紹過嘛 這個遊戲初期的話大概有分成六種的一個隊伍 分別是女團啊 軍團啊 男政團啊 滅隊啊 然後還有火隊 甚至都還有火毒隊啊 這些角色 那所有隊伍裡面 這六種隊伍裡面來說 初期最多人推也是平民玩家的最愛 過渡時期最好用的一個陣容就是女團 所以我們就先從女團開始介紹一下 因為女團算是比較多人在聊 但是可能聊得比較不深入 所以我們今天的話呢 把女團前中後期的一些選角搭配 那包含有未來可能女團會慢慢逐步替換掉某些角色 然後會代替一些新的強力角上來 然後前中後期的一些選角 然後淘汰角要哪一些 那新手就是強力角大概換哪一些 大概都會做個詳細的說明 之後介紹完成之後呢 那我們再來講一下這個遊戲的法寶 就是芯片 芯片的話三種法寶都聊在哪一種 然後養成的順序大概是怎麼樣 大致上就介紹完了 剩下就是看個人的機體 然後還有你取得資源的一個方式 一般來說這種遊戲就是資源取得 跟資源分配的一個差異點 那那個陣容搭配的話大概就是分六七種這樣子 OK 那我們今天就來介紹一下女團吧 那傷患也是有女團 那初期的話很多也是從女團開始 然後改成畫馬女團 然後甚至婦女團 然後再慢慢去做轉隊的動作 那其實這個遊戲也是一樣 其實女團它並不一定所有角色都是女生 其實它最主要女團的意思是 在我們前中後期的時候 逐步開始找強力角去做替換 但是它是用一些很多角色的羈絆效果 然後搭配起來做一個很有力的加成 額外的加成來說很多 那我們初期的話 新手的一個女團的一個組合來說 一般來說大概就是這六隻為主 那第一個就是雅典娜 雅典娜的話最主要是我們這個遊戲 七天會白給嘛 直接送UR 只要你活動全部解完的話 每個人大概都可以上UR 那它的技能的話也很不錯 然後補師啊這些東西 它的補血來說 在我們這個遊戲裡面 也算是還不錯的一個角色 你看到 而且施放的時候 它會悔怒這些東西都還不錯 那最主要聯繫 其實女團湊在一起 你會發現 女團的聯繫的效果真的多 從我們的那個神樂開始 然後一直到金 然後到百合 然後到那個雅典娜 幾乎所有的角色的那個聯繫效果 大概都是複數型態的 而且它是不綁定角色 就是可能是選職業 可能是選屬性 所以這種東西搭配起來的話就會很強 那所以第一個的話 一般來說 那雅典娜 其實已經是必練了 因為它這個遊戲角色一開始就送了 然後再來是麥佐 麥佐的話 最主要是它傷害夠 那雖然說它的聯繫 有些人會把維斯要帶上去也可以 一般來說你要換 譬如說 神樂如果你沒抽到的話 或者是你它星數覺得太低的話 你也可以上維斯 維斯的話也是電腦用啦 最主要是它跟麥佐有一個羈絆效果 以麥佐為主啦 那如果沒有位置的話就算了也沒有關係 然後再來的話是那個 那個白河 白河自然間超過 白河的話就是它最主要 攻擊的時候呢 它會讓有技巧類型的那個角色 然後它會恢復怒氣質 這個也不錯 那如果你的隊伍技多的話 或者是你的主C是技的話 那也是這個也是OK的 那 阿卡最主要它也好養 那所有女團裡面來說 比較重要的 必練的 而且到後期不會換的就是金 金最主要它最強的角色 是它的格擋 它的格擋是真心的強 只要我方就是施放怒氣質的時候呢 會增加5%的格擋 最高到15% 這個遊戲的格擋 我不知道 三幻好像沒有格擋喔 這個遊戲有格擋 格擋的時候好像是直接會斷招吧 怒攻下去的時候它會直接斷 像是被格擋過 所以這個遊戲的格擋還蠻強的我覺得 那金的話來說的話 最主要會增加格擋的效果 它很好用 前中後期的話基本上都會用得到 所以基本上你都是可以練它 而且SR角也好養 然後再來是不知火舞 不知火舞的話最主要也是手衝白給 然後後面的話 碎片拿一拿 大概也到二星或三星 也是很不錯的一個角色 那神樂的話看個人 神樂的話 其實當一個主坦來說的話 效益也是不錯高 那一樣它的那個 羈絆效果一樣 也是沒有綁定角色的 一樣選三個職業 有抗暴 然後有防禦 有異常中在抗性的加成 之外呢 然後百合的話 它有加命中加暴擊 然後再來不知火舞的話 一樣也是加暴擊加暴擊傷害 這些都是東西有的 然後金的話也是有加 所以你會看到 女團的一些buff效果來說的話 真的很實用 那前期部分的話 女團的效益大概是這樣子 主C就是我們的麥卓 然後金在前面 然後神樂的話 當一個 附坦也是ok 珠坦也ok 然後百合的話 當作一個輔助啦 就是幫大家增加怒氣質 讓大家的那個 你有記啊 就這兩隻主攻左的話 它的那個放招速度會快一點 補選的話就靠雅典娜這樣子 然後不知火舞的話就隨意這樣 OK 就是前期來說 剛開局的時候 女團其實不需要SSR 基本所有都是靠SR 甚至R角就可以了 甚至這兩隻你都可以換別隻 像普通的那個 雷歐納啊 你也是可以用的 或是改成那個 圍埔啊 就是用那個鞭子的這一隻 用鞭子的那個圍埔啊 這個的話也是都ok的 所以前期來說 女團不見得都要SR 然後如果你有刻一點點的話 那建議可以開始換角的時候 第一個要換的 就是我們的布魯瑪莉 那首先要來介紹就是女團的一個核心 建議如果你要玩女團 甚至如果你吃得到她的buff的話 布魯瑪莉基本上都是你的心願首選啊 他的那個實用性來說真心的高 一般來說女團 如果你要抽卡的話 心願就心願角就是你在抽卡的時候 機率選心願的時候 選神水跟瑪莉 這兩隻算是女團的核心 那最主要布魯瑪莉的一個羈絆效果 大概女團來說超級實用 前排的時候呢增加免傷 後排的時候增加傷害 而且傷害都那個層數都很高 而且她是只綁定女 那個女角就可以了 然後她本身還有那個 那個怒氣值消遣的一個抗心 所以布魯瑪莉的話 算是女團如果你要開始抽卡 甚至要開始培養高星數的SR SSR的話 用到後期核心角的話 布魯瑪莉是其中一隻 那所以這個是布魯瑪莉 建議啦 如果你女團一開始要 重點培養的話 從布魯瑪莉開始培養 那心願來說就不用換了 她越高星越好 她絕對不會被換掉 她是女團的一個 主羈絆的一個核心之一 那再來的話剩下就是 神樂千赫一樣 她是一個主坦嘛 聯繫可以給隊友 增加高額的抗 就是防禦啊 抗暴啊 還有異常都在抗清 所以神樂千赫如果你要高興的話 也是OK的 然後再來的話是金 金基本上也不會換下來 格當很強 然後攻擊力也都還不錯 然後布魯瑪莉的話 補血 那以上是前期的陣容 基本上前期就是以 SR角跟R角去做電檔 然後基本上把資源都湊在我們的瑪莉身上 然後到中期的時候 開始就要把一些 R角跟SR角換成比較強力的SSR 那第一個會換的就是神水機 那一般來說 你的神樂千赫有些人就把它換掉 一般坦來說的話 也還好她會換成神水機 神水機跟瑪莉 就是我們女團來說 算是最主要的核心的兩隻 神水機 就是這傢伙 就是這個神水機 那神水機的技能來說的話 也還不錯 打前排最低的造成一個屬性傷害 然後也會追加 然後三星部分的話 偶數回合的時候 會失變這個東西 然後變屬性傷害 然後把它變珠 變珠就是無法形容 跟無法恢復性質 五星的話 都是正法 然後30%的距離 再追加一次傷害 娛娃起步 一火的她是屬於 她質變的一個部分 就是她攻擊目標 會變成敵方攻擊最高的 她專打攻擊最高的角色 簡單說 把對方的那個主C打掉 所以 神水機在女團來說的那個 效用來說也是特別大的 OK 這是神水機 我們女團的兩大核心 一個是瑪莉 一個是神水機 那再來的話就是那個 那個她會換下場 我們的雅典娜 雅典娜基本上會換成那個 利姆露露 利姆露露 這一隻很可愛 還沒收到她 那她的技能的話也OK 就是打全體 然後會有個冰盾效果 收到10%的那個傷害免疫 然後又回復她的一個生命值 三星的時候 地獄她的話 會轉移到她身上 簡單說就是 坦度會比較高一點 行動的時候會回復生命值 然後 UR的話一樣 生命值低的時候會轉移到她身上 然後讓我們的女團 傷害會比較 會比較坦一點 就是可能 神二千二可以下場 就換成利姆露露 那最主要呢 是因為她跟那個 娜可露露 兩隻她會有羈絆效果 所以女團到後期來說 娜可露露跟利姆露露 這兩隻有時候會同時上場 一樣會有一個怒氣質的效果 所以她基本上也是用得到的 我們的那個娜可露露 那再來的話是娜可露露 那娜可露露最主要她有點像是我們三幻的華陀 你可以看到她的怒氣質 就是屬於那個補血 攻擊方式補血 然後增加我們15%的一個免傷效果 最主要最主要 她那個真正強的時候也是在一火的時候 就是可以驅散異常狀態效果 這個東西就跟那個華陀一樣 就跟那個三幻的葫蘆一樣 那這個遊戲的異常狀態效果 在前期驅散的話其實還蠻實用的 那你到無火的話可以驅散兩個 所以娜可露露跟利姆露露 基本上到後期女團的話大概都會用到 還不錯 這種驅散Debuff效果來說的話 打火隊啦 火毒隊啦 或是控制流來說的話都是蠻實用的 那其他部分的話大概都會沿用啦 像比如說那個金啊沿用 然後麥卓也會沿用 所以這四隻基本上都會換掉 就換成剛剛講的我們的那個 利姆露露 娜可露露 那個神水姬啦 再加上瑪莉 大概就是中期女團的一個配法 所以這是女團大概到了中期角 那後期角的話呢 有哪幾隻還是必備 神水姬必備 娜可露露 利姆露露必備 布魯瑪莉必備 這四隻來說的話 就是女團的四大核心 這四大核心是絕對不會換的 就是這一咖 然後後面這三咖 那不是或五不是啦 因為他是利姆露露 但是我沒有抽到他 這四隻是不會變的 搖擺位的話是這兩隻 就是金跟那個神樂千賀 那一般來說 金的話還是可以用到很後面 如果你是平民玩家的話 建議還是用他 那這個位置的話一般來說 有人放 就是如果你要像這次活動的話 冰與火的話 你可以放K或者是那個 酷拉就是雪女 這兩個也可以搭配在一起 或者是放未來的大蛇 跟蛇熱千賀都是OK的 甚至你不換也都沒有關係 就長這樣子 所以未來的女團來說的話 大致上的一個陣容來說 大概就是長這樣子 OK 那如果你是芯片的話 要怎麼選擇 就是那個遊戲的法寶 我們這個遊戲的法寶來說的話 芯片的話大概有三種 三種 那三種的話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建議一下 以那個回復為主 就是這個葫蘆 那回復治癒量 然後前排的話會有防禦 那以葫蘆為主 至少先升到三星 然後再升我們這個 萬華鏡 萬華鏡的話是 打 12下 然後12下的話一個造成20%的一個傷害 隨機的 所以 一開始的話先把 葫蘆先升到三星 三星的效果的話 主要是補血 然後會增加我們全部的一個防禦力 它就不是只有前排 是全部 那我們女團的坦度會比較坦一點 之外呢 再來升這個萬華鏡 這個萬華鏡的話 也是20%的一個傷害 然後隨身加這個灼痛 灼痛的話一樣 像磁魚傷害 有點類似像我們的那個 射日公啦 一樣會有灼燒的一個效果傷害 隨機的 隨機的 所以就是我們葫蘆跟射日公 這兩個 那最後一個的話 看個人的一個財力 要的話就是扇子 這個因果鏈 就是像扇子 把別人刪掉 如果再有錢一點 你是凱雜爹的話 也可以換這個燈塔 就是我們這個和射幣 燈塔 可以那個把人家回路弄掉 OK 那個大概來說的話 我們 法寶來說大概就是 葫蘆 然後射日公 然後這個 扇子跟和射幣 大概就是這四個去 這個去選 那 這個遊戲的話 這個是那個斧頭啦 但是這個 這邊來說的話 槍來說的話比較少用一點 OK 大概是這樣子 簡單說我們這一次 女團的一個 陣容搭配大概是長這樣 那 養成方式跟選角來說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因為到後期目前路版 大概也是比台服 大概早三個月吧 他們好像是去年十一月公測的 所以目前的角色也不多 到時候看官方有沒有什麼新角 目前來說 女團的上限大概就是長這樣子 那女團之後 因為格勾天王的女生 還真的是比較少一點 我也來看看還有什麼新角色 如果沒有的話 大概那四隻核心角是必備的 再介紹一次 神水姬 然後納可露露 利姆露露 然後再來是布魯瑪莉 這四隻基本上絕對必備 剩下兩隻 也要把我也看個人的一個選擇 OK就這樣 給大家做個參考 這是我們這次女團的一個介紹 那就這樣支持一下 我是懸牢 感謝收看 下次留言再見